158 星島日報 青雲故事颱風中足企作落燦雄打到位防雨設施 2015年7月11日娛樂D十餘潤 日前香港受颱風連花影響價8號風球 而身在內地紹興拍攝電影《危城遷霸的古天樂》 劉青雲、鵬於眼及吳京等 也受到另一颱風燦雄強烈吹襲 防雨大凡暴被強風吹爛 不過有豐富經驗的劇組人員 在強風來臨前將幕前後工作人員分文 動作兩組趕拍 因此颱風對拍攝沒有太大影響 文、余潤娟由陳穆勝執到 《紅金寶》擔任動作導演的電影《危城遷霸》 與一眾演員在紹興與到颱風燦雄吹襲 有豐富經驗的劇組人員 在強風來之前已做好防風措施 以及將演員分為文 動作兩組趕拍 在大家努力下 暴風雨來臨前盡可能完成戶外氣氛的拍攝 當大風大雨使他們可以談笑風生、清雲、 故仔及陳穆勝導演趕拍文戲 在鼻語期間下期作樂 見到他們一臉緊張步步為形 旗鼓相當 至於動作組方面 似乎與民組的輕鬆相映成吹 不經及彭于眼者對師兄弟 在風暴來臨前拍攝隊打氣氛 他們打得落力起敬 整個劇組是氣高昂 對於今次在拍攝期間遇到颱風吹襲 清雲表示本身沒有在颱風下拍攝的經驗 而且相信今次颱風進入內陸便會減弱 所以不會太擔心 不過落大雨已經好慘 彭于眼指出去年拍電影《爭遇過颱風》 整個劇組被困呼 所有拍攝被逼暫停 吳京透露在香港拍攝時也遇過八號風球 他竟然在這方面蠻有經驗 我看到你覺得說明是在前面拍攝的 做明不明 對於這個部分 我沒有選擇 要是做明不明 我沒有選擇 我們走 一時就想說明 要選擇